好 各位同学 欢迎来到我们的两万词汇巅峰速记营 今天已经是我们的第15次课了 来 那么在今天的课程里面 我们会讲到的核心的要点 第一个事情是这个force 包括fort 你看 这只发s 这只发t 对不对 我说死啊 特啊 得 这些都是读音相似 可以相互转换的关系 那么什么叫force和fort它的基本含义 第二个我们会讲到这个tribe 这个词跟它的意思 以及和它相关的一些重要的核心词 大概是55到60个左右 那么是我们今天本节课里面 会讲到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来吧 各位 我们就开始了 首先第一个事情 这个force和fort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这个单词叫做force 或者是strength 表示力量啊 对不对 它表示力量啊 表示有实力啊 因为force本身有实力的意思 力量啊 实力啊 或者是表示强有力啊 这个基本的意思都可以对 表示一个强有力的东西 好 所以force和这个fort 它们都表示力量 表示实力 表示一个强有力的 什么什么东西的这么一个感觉 好 那么认识了这个词根 我们就开始来一个一个来揭晓下面的一些单词 首先 我们还是先讲一下这个词叫force 这单词非常重要 大家注意了啊 你看一下 你以前认识它 那么你认识的意思是否足够准确 以及是否足够多 来 第一个意思表示力量 对不对 表示力量啊 表示实力 第二个意思表示武力 用武力都用武力去干什么事情啊 或者是魄力 对不对 第三个甚至还可以表示军队 但军队和武力一丝感觉差不多 用作动词表示强迫和魄势 而且有的时候大要注意了 它还可以指什么呢 法律里面的这种效力 法律里面出现了什么什么的效力 也可以叫force 所以这个是这个单词比较常见的含义 表示力量实力 表示军队武力 表示法律里面的效力 对不对 还可以表示什么呢 还可以表示军队用作动词 还可以表示强迫和迫使 好 这是这个单词核心的含义 来 那么这些关键的核心含义 我们一个一个的快速给它过一下 第一个 表示强迫强制 你看 If someone forces you to do something 如果某个人强迫你去做某事 They make you do it Even though you don't want to 对 即便尽管你不想去做 但是你也得去做它 For example by threatening you 通过威胁你的方式 让你去做 那么这种感觉 叫做 force you to do something 那就是强迫某人去做某事 好 第一个意思 表示强迫和强制 来第二个意思 你看它可以表示暴力武力 if someone uses force 如果某个人使用暴力 使用武力去 do something 做某事的话 or if it is done by force 或者是这个事情是由靠什么 靠暴力 靠武力去做的 那么靠暴力 strong and violent physical action is taken in order to achieve it 强有力的 并且是暴力的 这种身体上面的一些行为 physical action 身体行为 is taken 就被采取了 为的是去实现它 所以by force 用暴力方式 用武力方式 对不对 或者use force use force 或者是do something by force 那么都表示通过暴力 应用武力去做某事 好 这点一定要清楚 来 它的第三个含应该 叫做力量 力气 威力 Force is the power or strength which something has 什么东西所拥有的这种power 或者是strength 叫做什么东西它所拥有的力量 或者是力气 都可以叫做 叫做这个force 力量 力气 实力 你看还可以表示军队 军队指的是海陆空三军里面的一个 或者是三军都可以 the forces means the army 一般指的是陆军地面部队 后面the navy 海军 or the air force air force 叫空军 or 什么 or or three 或者是三个都是 所以它可以指三军 或者是三军里面的任何一个什么海陆空 好吧 海陆空要会说 the army 一般指的是地面的这种地面部队 后面the navy 一般指的是海军部队 最后the air force 一般指的是什么呢 叫做空军 好 这一点千万别记错 来 再紧接转下 forced 加了ed 那么就是强迫式的强制性的 因为force本身是动词 ed 词式是雄凑罪 所以表示强迫的 被强迫的 被强制性的 叫做forced 好 forceful 那就是翻成了吗 叫很有说服力的 强有力的 这个词本身比较简单 force本身比较力量 这个ful是个雄词后缀 你也可以理解为它等于负本满的 满满都充满了力量感的 充满了这种力量的 充满了那种强力性的 所以强有力的 有很有说服力的 对不对 都可以叫做forceful 这个ful 此时你可以理解为它叫满的意思 满满都是那种力量感 所以叫做强有力的 或者是表示很有说服力的 都可以叫做forceful 好 这是这个 来 forcefully 那就是强有力的 很有力量感的 很有说服力的副词形式 ly 此时它只是一个副词的后缀 就给我们管它 好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forcibly 什么叫做forcibly forcibly它翻成什么呢 叫强制的 或者是暴力的 来 这是副词 我们先看它的形容词形式 叫做forcibly 什么叫forcibly Ible用作形容词后缀 我们说表示可以怎么怎么样的 能怎么怎么样的 对不对 force 此时表示武力 或者是暴力 可以使用武力的 可以使用暴力的 叫做强制性的 暴力的 所以这个单词注意了 fossible用作雄词 可以用武力去干某个事情 叫做强制性的 或者是翻成叫暴力的 都可以叫做fossible 那么fossibly它的副词形式 那就翻成叫做强制的 或者是暴力的 都可以 好 这一点千万别记错 来 来 我们看看 比如说应该 什么叫做这个 它的这个解释 fossible action 什么叫fossible action involves physical force 或 violence 它会涉及到什么呢 这种身体的暴力 或者是这种 violence 暴力行为 好 这种感觉就叫做fossible 来 这是个词 包括它的副词形式 这个别记错 来 下面的这个叫做work force 什么叫work force 你看 work 表示工作 劳动 force 表示力量 所以用于劳动的力量 我们去称之为叫做劳动力 用作名词第一叫劳动力 第二个一个公司里面的员工总数 或者职工总数都可以叫做work force work force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单词 它的这个英文的示意和常见的用法 第二个意思你看 只是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和劳动人口 我们看怎么解释的 叫做the work force is 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country or region 它是在一个国家或者是某个地区的总的这种什么呢 总的人口 who are physically able to do a job and are available for work 什么意思呢 他们在身体上面来说是能够去干活的 并且是什么呢 有空去工作的 对不对 能够去工作的 所以在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 总的在身体上面来说能够去干活 能够去工作的这样的总人口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work force work force 好 这是这个词 来 它的第一个意思表示劳动力和劳动人口 它还有第二个含义叫做某个公司里面的全部的员工 全部的职员或者职员的总数 the work force is 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who are employed by a particular company 有某个特定的公司所雇佣的总人数 也可以叫做work force 所以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各位注意啊 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啊 都是用最精准的讲解的方式 就直接是这个单词 它在比如说在柯林斯字典的牛津字典里面的英文解释 什么叫work force 对就这么来的 第一它可以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个劳动的总人口 第二个它还可以指什么呢 一个公司里面雇佣的总员工数 都可以叫做work force 好 这一点千万别记错 好吧 来 下面的这个叫做air force air force表示空军 此时的force表示军队 对 空军 军队叫air force 比如说air force网 看过没有 有个电影叫做air force网空军一号 空军一号就是美国总统对不对 专属的私人的这种飞机 叫空军一号 有个电影就专门讲这个 你可以去看看啊 好 来 下面 好 你看什么叫air force an air force is the part of a country's armed forces 是一个国家武装力量 armed forces 武装部队 武装力量的一个部分 对不对 that is concerned with 和什么有关 fighting in the air 在天空去打仗 在天上去打仗 这么一个武装力量 对不对 就叫做air force 就叫空军 好吧 来 各位 好 各位 有同学可能会问问问题 说老司机啊 你不用解释 这个空军还需要解释吗 我是明白的 好 注意啊 我不是说你不明白空军 你要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我为什么非要用这种英文的解释跟你说一说呢 难道你没发现吗 我们在带你读的时候是不是 你看一个句子里面是不是有非常多的单词 对吧 这种就是通过句子里面 再把很多的词给你快速的过一下 这个其实也是阅读 对吧 然后再把这些基本词汇 什么叫做part country armed forces 什么叫air 什么叫fight 对不对 再给你过一过 让你加深印象 好吧 是这个意思啊 来 下面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reinforce 什么叫reinforce 增援加强和加固 这个词很有意思 前缀二一 此时表示又一次再一次 in表示往里面加入进去 什么叫force 表示力量或者部队 特指部队和军队 所以你看 又一次再一次往里面加入军队和部队叫增援 什么增援 打仗的时候对不对 什么首长首长我需要增援 什么增援 就是赶紧派个军队来救救我吧 赶紧再给我派点人来吧 对不对 所以又一次再一次往里面注入一个军队 叫做增援 叫做加强 这个叫做reinforce reinforce 别记错 来 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像这个句子叫做 such findings 这种发现怎么样呢 增强了 加强了这个什么呢 psychologist 心理学家们的这个suspicion 怀疑 什么怀疑呢 the experience or perception of helplessness helpless 无助的 helplessness 这是个名词后缀 无助感 所以这种无助的这种什么呢 这种经验叫做experience 以及perception 这种感知感觉 这种无助的一种经验或者是感知 怎么样呢 感觉 is one of the most harmful factors in desperation 这个叫做depression 是一个很有害的一个因素 在这个什么叫depression depression叫做什么叫抑郁症 或者是沮丧 或者是沮丧 所以在沮丧里面 最有害的一个因素 对吧 最有害的一个因素 就是什么呢 那么就是这种无助的一种经验 或者是一种感知 好 那么此时reinforce 表示增援或者是表示加强都行 好 这是这个单词啊 来各位reinforcement 这个部分都解释了 前半部分reinforce增援加强的动词 I'm ENT词是名词后缀 所以整个单词增援加强巩固的名词形式 这种单词不用多解释啊 好 下一个 就做inforce 什么叫inforce 来各位 前面EN在单词开头 一般是实动词 来各位 这个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有个单词叫做large 叫大的对不对 好 我造出一个单词叫enlarge 你看 EN在单词开头 一般是让它变成实动词 叫使扩大 来第二个单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reach 叫富裕的 什么叫做enrich 使富裕 使边富裕 对吧 来你看 所以什么叫做enforce 使怎么怎么样 force表示力量 或者是效力 使之 具有了效力 使之 具有了在法律层面的这种力量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实施和执行 注意了 叫做执行 或者是开始实施 某个法律 开始实施 开始执行 说白了 就是使之 已经具备了这种法律层面的效力 或者是力量 叫做enforce 好 这个词别记错 你看比如说enforce a regulation 使一个regulation开始具备这种效力 对 这叫开始执行 开始实施这一规定 这一法律 好 这是这个短语 别记错 来 我们看看啊 好 下面的这个例句 大家注意了 我们就不讲了 你自己 这个 把它当做一个我们的阅读材料 好吧 自己去看一下这个例句里面 enforce是怎么来翻译的啊 好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inforcible inforcible able 前半部分是执行实施 able表示可以 可以 所以可以执行的可以实施的 叫做inforcible 这个词非常简单 没啥好说的啊 enforced 那就是强制执行的实施的 你看 enforce叫做执行实施 或者强制的去推进 加了一滴变成它的熊词 那就是强制执行的实施的 都可以叫enforced就行了啊 来 enforcement enforced m ent 词实是一个名词后缀 所以整个单词就是实施 执行的名词形式叫enforced 这个也不说了 enforced 什么enforced e-r 名词后缀 表示人 所以实施者 强制的实施人 强制的实施者叫做enforced 好 来 下一个 下面这个词叫做fault 好 这个单词算是一个相对来说 还有点难度的词 各位 但是它也很好理解 什么叫fort 各位 这个单词叫做堡垒要塞 对不对 一般是翻成叫做堡垒要塞 一个碉堡 很坚固的 很strong的那个东西 来 我们来看看 这个词源学是怎么解释的 你看叫做fortified place 是一个加固过的一个地方 stronghold是一个据点 一个要塞 来 来自于古法语的什么fort 你看fort is 就是strong man 对不对 一个强力的什么什么东西 好 这个盲管了 各位 从这儿我们需要的是他拉丁语的解释 你看 什么他在拉丁语里面 这个fort什么意思呢 他指的是strong mighty firm 指的是一种强有力 对 mighty有力量 firm坚固坚不可摧 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个fort 它应该是指的是一个 墙有力的一个坚不可摧的东西 对吧 来各位 好 我们看看他的英文解释 刚才说是词源学里面怎么解释的 这个他的英文解释 什么叫做fort呢 你看别看中文 看英文 a fort is a strong building 对吧 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固的一个building or a place 或者是一个地方 with a war 有一个墙 or fence 或者是围来 对吧 或者是围墙 around it 在周边有一墙或者围墙 where soldiers can stay and be safe from the enemy 所以在这个地方 士兵们能够待在这 并且什么呢 并且安全的把这个敌人遇敌于之外 对这种感觉 好 弄在外面 所以此时你就明白什么叫做fort 它就是指的就是一个strong building 你还记得吗 我们说force 包括fort这两个词根 它是不是就表示一个strong一个强有力的东西 所以此时的fort它是指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一个坚固的一个building对不对 所以一个坚固的一个building我们就称之为叫堡垒 要塞叫做fort 好 这个词就是这么出来的 好吧 一定要把它记住 这个词已经 你看排序8700多 已经算是一个有难度的词了 来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fortify 这个就简单了 fort此时 演变成force 就是力量 好 IFY 动词后缀翻成使 所以使更有力量 使力量加强 或者使变得像堡垒 像要塞一样的 叫做使加固 使加强 射防于什么什么地方 都可以叫做fortify 此时IFY是一个经典的动词后缀翻成使 这个别记错 所以使加强 使加固 或者说射要塞于什么什么地方都可以叫fortify fortify的你看 此时变成它的熊词去了 加固了的 加强了的 射防了的 都可以叫做fortified 好 下面fortification它的名词形式 加强射防 你看前面这个部分叫做fortify 此时把Y改成了I 再加上了CATION 对吧 这些都是后缀 不用管它 不用管它 好 所以都是名词后缀 你看这个ATION 它是ATE 再加上ION 是一个符合的名词后缀 有1字母此时不发音 就被省略掉了 这个符合后缀 我们应该都说过了 就不再啰嗦 所以fortification此时 它就表示加强巩固的名词形式就可以了 来 下面 你看 又来了一个单词叫做fortress 什么fortress fortress 你看也叫做要塞和堡垒 这种单词比较简单 前面的fort 是不是堡垒和要塞 加了个ESS 意思不变 意思不变 它就是个名词的后缀 名词性后缀 比如说你看 举个例子 actor 演员 对不对 actress 女演员 她也是演员 对吧 所以你看 这个还是个名词后缀 意思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所以这个fortress和这个fort 都可以表示堡垒 或者是要塞 对不对 叫做fortress 好吧 好 来 我们看看它的这个英文解释 什么叫做fortress fortress 堡垒啊 防御阵地啊 要塞 a fortress is a castle 或是一个城堡 or other large strong building 或者其他一个大型的坚固的建筑物 or a well protected place 一个保护得非常良好的地方 which is intended to be difficult for enemies to enter 对于敌人来说 animes 对敌人来说很难进入到这样的一个castle strong building or well protected place 所以这种地方我们就叫做fortress 啊 表示堡垒 防御的阵地要散啊 它和其实这种单词和fort 其实没啥本质上面的区别 好吧 基本是一回事啊 来 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的这个单词来我们看一眼叫做fortitude 你看用作名词叫坚毅坚强不屈不挠 排序17924已经是难度非常大的词了 什么叫fortitude 表示状态的一个名词性后缀 有的时候它就是翻成什么度 这个道路会说 要是某种状态或者是程度 对状态或者是某种程度 都可以叫itude 所以就是显得很有力量的这么一种状态 叫做坚毅坚强 你看看看我这个坚毅的面庞对不对 大家以前看了小学那个上那个叫什么 这个中文课的时候 语文课的时候对不对 那个顶炸药包的那个同志对不对 董存瑞啊这种对不对 然后那种表情对吧 打仗的时候抬着枪那种对不对 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那种 你看那个眼神那个表情对不对 那种感觉叫做就这种叫坚毅 就是显得很有力量的感觉明白没有 就是那种感觉啊 所以这种感觉叫做刚毅坚毅 一种满满的这种力量的感觉 对不对 爆发力力量的感觉 叫做fortitude 好吧 叫fortitude 来 这是个单词 刚毅 坚毅 不屈不挠 显得极有力量的一个感觉 叫fortitude 来各位 好 这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注意了 ununcount不可数 count叫可数 uncount不可数 好吧 这样能看得懂 来 if you see that someone has shown fortitude 如果你说某人显示出来了这种fortitude 刚毅坚强的话 什么 you admire them 你会非常的倾慕他们 for being brave 因为他们勇敢 冷静 and un complaining 不抱怨 when they have experienced something unpleasant or painful 当他们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不痛苦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依然能保持勇敢冷静 不抱怨 这样的一种态度 这样的一种行为 就叫做fortitude 在遇到困难 困难 遇到这种痛苦的时候 依然能保持calm 冷静沉着 对不对 Brave 勇敢 以及uncompleaning 不抱怨 这样的一种态度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fortitude 叫做满满的力量感 刚毅坚毅 刚毅坚毅 叫fortitude 别记错 来 好 那么再紧接着继续往下 好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comfort comfort 名词表示安慰 慰藉 舒服 好 注意了 一般叫安慰 慰藉 舒服 动词表示安慰 慰藉 都可以叫comfort 为什么呢 前缀com 此时表示加强语期 这个thirt等于force 表示力量 或者是strong 表示坚强 强壮 所以说给你力量 让你更加的坚强一些 你看 你感到对 你失恋了 闹叫自杀 老司机来跟你说 别别别 对不对 坚强一点姑娘 下一次可能还会再失 下一次你会找到更好的 对不对 好 就是给你点力量 给你点安慰 对不对 这种感觉就叫做comfort confort 好 好 叫做安慰慰藉 说白了 这个fort 词成为force 表示力量 表示力量 就给你一些力量 让你坚强一点 这种叫做安慰你 给你慰藉 所以名词叫做安慰 或者是舒服舒适的名词 叫comfort 熊词 用作动词 就表示叫做慰藉 安慰某人 叫comfort 好 来 各位 我们来看看 它的一些核心的用法 在这个英文示意里面 应该这是个不可数名词 舒适舒服 舒适舒服 If you are doing something in comfort 如果你很舒适的在做某事 词是个名词 You are physically relaxed 身体上是极其放松的 and contented 满足的满意的 and are not feeling any pain 感受不到任何痛苦的 or other unpleasant sensation 或者其他不愉快的这种感觉 就没有任何不愉快的感觉 非常的满意 身体上很放松 这样的一种状态叫做in comfort in comfort 处于舒适区 感觉舒服 in comfort 此时comfort 舒适舒服 刚刚用作动词表达安慰的时候 If you comfort somebody someone 如果你去comfort某人 you make them feel less worried unhappy or upset 你让他们感觉到不是那么的担心 那么的不高兴 那么的恼怒了 for example by saying kind things 说一些好的事情 to them 给他们说一些好事 对不对 这种感觉就叫做comfort 安慰 慰藉 都可以 好 这是个名词 舒服舒适 动词安慰 慰藉 都可以叫做comfort 好 别记错 来 这个例句大家自己去看一看 我们就不说了 comfort 什么叫做comfort 什么叫做comfort 这个comfort 叫做安慰者 这个词比较简单了 comfort 安慰慰藉戒的动词形式 ER我们说 名词后缀 表示人 或者是物 所以安慰的人 安慰的东西 对 安慰的人 安慰的东西 都可以叫做comfort comfort 安慰的东西 还可以表示羽绒被 羽绒被和安慰慰戒 什么关系各位 对 就是一个让你能感到温暖的东西 能听懂吗各位 我安慰你 未见你 是不是让你感觉不是那么的担忧了 感到一些些是温暖了 羽绒被的本质 不也是给你一些温暖的东西吗 所以叫做comfort 安慰者 安慰的东西 让你感到温暖的东西 对不对 羽绒被 引申出叫羽绒被 这个逻辑 就非常的完美 好吧 所以他们的核心逻辑就是 让你感觉到温暖的 感觉到不是那么担心的东西 所以人的时候叫安慰者 慰藉者 名词的时候叫做安慰物 安慰的东西 还可以表示羽绒被 好 必须错 来 comforting 那么就是安慰的 令人感到欣慰的 ing 词词用作了形容词后缀 这个就不用多解释了 comforting 安慰的 令人感到欣慰的 都可以叫做comforting 好 下一个 comfortable 舒适的舒服的 没啥好说的 comfort 舒适舒服的名词able 可以 可以感到舒服的舒适的 叫comfortable 中单词没啥好说的 uncomfortable 有文表否定 不舒服的 不舒适的 好 下一个 comfortably 舒服的 安安安舒服的 对 你看安乐的 复词形式 ly 这是个复词 没啥好说的 好 包括下面的这个叫uncomfortably 那就不舒服的 不舒服的 对 不安乐的 好 这些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词 就不啰嗦了 来 下面的这个叫做discofort discofort 不舒服 不舒服 不安 ds 这是否定前缀 表示相反否定 comfort 舒适 所以不舒适 不安 叫discofort 好 来 下面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effort 什么effort 我们来认识一下 前缀ef等于ex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福音同化现象 本来是ex 后面跟fort 你看对不对 你是ex 你是f 两个组合在一起 我们说最好的办法 长得和你有点像 能理解吗 对不对 我们在一开始就说过了 x被同化成了f去了 所以叫effort 为的是发音方便 如果他不改 这个单词就读作exfort 很拗口很别扭 而且两个单词的关系度 亲密度不够 大被x同化成f去了 就是effort 对不对 只发一个福音 effort就完了 单词发音更加简洁 而且两个单词关系更加紧密 好 所以ef等于ex表示出去 foot表示力量 表示力量 所以就是花出去了很多的力量 叫做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以及付出努力之后取得的成就 都可以叫effort 来 那么这是这个词 表示努力 以及努力后取得的一些成就 比如说你做的某事 is no effort 什么叫no effort is no effort 或者is little effort 就是没取得啥成就 你做的什么什么something is no effort 或者is little effort 那么此时 我们就直接把它翻译成叫这个事情吧 好像没取得什么成就 好像没取得多大作用 好吧 好 所以名词努力 还可以指努力之后取得的成就 或者产生的作用 都可以叫effort 来 effortless 那就是毫不费力的 不需要付出努力的 轻而易举的 effort 努力lis 否定的后取 一般是雄子后取 所以不需要付出努力的 容易的 毫不费力的 都可以叫做effortless 好 effortlessly 毫不费力的 容易的 复词形式 好 各位 来 那么上面 我们就已经把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两个这个词根 就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来各位 记住啊 FORC 这个force 包括这个fort 我们说它们都表示什么呢 它们都表示force 力量实力 或者是strong 表示强有力 强有力的 或者是表示一个 什么呢 一个这种非常坚固的 什么什么啊 强有力的或者坚固的这种感觉 好 来 那么这是上面的这些词 好 接下来各位 我们要讲到的是第二组词根 上一组词根 我们就全部讲完了 好下面 我们要讲到的是下面的这一组词根叫做tribe 各位 什么叫tribe 你记住 这个trib 这个tribe 它等于grant 批准授权给予 对不对 批准你授权领域 对不对 批准授权给予grant 或者是直接 等于give都可以表示给 接下来 好 这个tribe 等于grant 或者等于give 表示给 这个词根 非常的关键 好 你先有个概念 下面 大部分的单词 都是由这个词根所引申出来的 来各位 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词叫tribe 它用作单词的时候叫部落 宗族 还可以表示一伙一群 哎 这个地方大家会可能会 会不会还有一些疑问 说老四季 你不是刚刚讲过吗 这个tribe 怎么又成部落去了 注意啊 听好了 如果这个事还没整明白的人 听好了 什么叫单词 什么叫词根 你一定要整明白 这个叫单词 叫tribe 这个tribe 这个tribe 前面你看我打了个横杠 表面是词根 你是否还记得我们说 一个单词 它的单词意 它长得很 应该是一样的 对不对 它的词根意和单词意 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给你举个意思 你看单词那个叫做大腿 但是词根那个叫做法律 你看单词man叫做人 词根man叫做手 你看明白没有 所以单词tribe 叫做部落宗族 一群一伙人 词根tribe叫给 好 这一点 你一定要整明白 它们是不一样的 来各位 所以我们紧接着往下 看这个词叫tribe 部落和宗族 这个没啥好说的 看这个位置 词源怎么解释这个词你看 这个latin tribus 拉丁语里面的tribus 它叫什么呢 叫one of the three 三个之一 什么三个 political 或者ethnic division 政治的这种部分 部门 或者是分支 ethnic 这种族 三个政治或者种族分支里面的一个 of the original Roman state 起初一开始的这种罗马的那个帝国 对罗马那个那个城邦 三个政治分支 或者三个种族分支里面的一个 叫做部落 其中的一个部落 宗族 为什么叫三个里面的一个 来各位 你看 这个tri 这个词根本身它就是三的意思 演变字three 对不对 演变字three 三 比如说三角叫做triangle angle 角角度 对不对 叫三角 所以 它只是 原本指的是在古罗马里面 城邦里面 三个非常强有力的政治 或者是种族的这种对 这种分支里面的一个 所以叫做部落 一个部落 一个宗族 都可以叫做tribe 好 部落宗族 大家看这边一群一伙 好 这是词源里面的解释 来各位 下面我们说一说 在英文里面 现代英文里面 怎么解释这个单词 什么叫tribe 来各位 你看 第一 这是个可守名词 尤其指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部落 和部族 tribe is sometimes used to refer to a group of people of the same race 相同的种族 相同的种族 language 语言 and custom 习俗 尤其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 所以 在发展中国家 有相同的语言 相同的种族 相同的习俗 的这么的一个族群的人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tribe 部落 某个宗族 你看 比如说300个300 members of the tribe 这个部落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萨族人 柯萨 柯萨族部落的300个人 300个人 tribe 此时就表示部落 宗族 来 它的第二个意思 表示什么呢 从事相同活动或者行为的一群人 一伙人 一帮人 一帮人都可以叫做tribe 你看 You can use tribe to refer to a group of people who are all doing the same thing or all behave in the same way 你看 一伙做相同的事情 或者是有着相同行为的人 我们也可以叫做tribe 你看 比如说tribes of talented young people 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此时tribe是一群一伙 一群群一伙一伙的这些才华出众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所以 来 这是它的第二个含义 第三个含义还可以表示某个族群 动食物里面的某个族或者是某一个群 你看 the cat tribe 猫族 对 猫族或者是猫的这个群体 the cat tribe 所以 你看 就是另外一个含义 所以记住 什么叫tribe 各位 给你总结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它一共是三个意思 第一个指的是发展中国家的 有着相同的语言习俗 或者是什么呢 相同的这种信仰 相同的种族的这么一个人群 这么一个种族 我们叫做部落 对 这个group of people 部落 来第二个 有着有着相同的行为方式 或者正在做相同事情的人 这样我们叫做一群一帮一伙对 一群啊一伙一帮也可以叫做 叫做tribe 第三个意思还可以表示动食物里面某个群或者是某个族对 对 动食物里面某个群体 某个族 the cat tribe 猫族 猫群 好吧 来 这是tribe 这个词 它非常非常核心的三个含义 千万别记错啊 来 下面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tribe 对不对 叫做tribe 什么叫做tribe tribe表示部落的种族的 没啥好说的 tribe部落种族 al熊凑 所以这个tribe就表示种族部落的 tribe man 部落成员 tribe是部落种族man人嘛 所以部落种族里面的人 叫做部落的成员 叫做tribe man tribe man 好 来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tribe 什么叫tribe 来各位 tribe 我们先从词源跟你说一说什么叫tribe 词源学怎么是解释这个单词的 这是一个stated 规定的一定的 叫stated 声明的规定的一定的 一定的sum of money 一定的数量的钱 或者规定数量的钱 or other valuable consideration 或者其他的一些 对不对 什么呢 或者其他的一些有价值的一些considerations 对不对 有价值的一些东西 对吧 此时consideration就不是考虑 或者其他有价值的一些对 一些物品东西 paid by one ruler or country 由一个统治者或者是一个国家 付给另外的一个对不对 付给另外的一个国家或统治者 因acknowledgement为的是去承认 什么呢 submission叫做屈服服从 一个服从地位 or as the price of peace or protection 或者作为和平 祈求和平或者是保护的一个代价 对吧 一个价格 所以什么tribute 就是上贡贡献 说白了 对不对 你看原来中国对 在这个古代那种鼎盛时期 是不是四方来朝那种感觉 他们都要给中国上贡 旁边的什么这个日本啊 韩国啊 对高丽嘛 这不就是 还有什么我们的这个泰国啊 泰国每年送几个人妖过来 对不对 就是送几个人过来干什么呢 祈求和平 祈求保护 对不对 承认他是我们的附属国 是服从于这个国度 是这种感觉 所以他指的是规定的一定的数量的钱 或者是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那么来给给过来对不对 那么为的是去什么呢 去寻求庇护 或者是为的是去求和平对不对 等等这些东西啊 这种东西叫做tribute 来各位 所以 这单词其实很容易记 tribe我们说了 等于give 表示给 UT名词后缀 它指的是给其他人的东西 它的语境 其实一般指的是 在原始社会的时候 在原来在古代的时候 它指的是一个国家 或者是一个统治者 给另外一个国家 或者另外的统治者的东西 叫做共品 对吧 叫做共品 共献 共品 共献 共物 这是第一个意思 叫做共品 共献 共物 第二个意思 现在到了当代 那么就是表示赞美了 就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的这种好的东西 赞美和赞扬 也可以叫tribute 比如说pay tribute to somebody 赞扬某人 赞扬某事 对吧 pay tribute to something 赞扬某人或某事 此时的tribute 就表示赞美 送辞 赞美 送辞 对吧 都可以叫做tribute 来各位 那我们看看 它的一些用法 第一个 表示赞美送辞 致敬 注意了 赞美送辞 致敬 就是把好东西给谁 好的评价给谁 致敬 A tribute is something that you say 你说的 做的 或者是 or make 或者是制造的 to show your admiration and respect for someone 去展示你对某人的钦佩 和你对某人的尊敬 这样叫做致敬 或者是送辞 或者是献礼 献礼都可以叫tribute 来举个例子 你看 The song is a tribute to Roy 什么什么 Obson 这个歌 是对罗伊 奥比森的一个致敬 tribute 叫致敬 你看 综艺节节目里面不是经常有吗 对不对 我唱这首歌是为了致敬 某某某某某 所以The song is a tribute for 或者to somebody tribute 此时表示致敬 送辞或者是献礼 好你看 第二个叫 he paid tribute to 他赞美了赞扬了 什么呢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组织会 组委员会 organizing 叫组织的 committee 委员会 组织委员会 就是组委员会 pay tribute to 叫赞美赞扬称赞 所以记住tribute 我们说共评礼物 还可以表示送辞 赞美 还可以表示致敬 都可以叫tribute 好这个词还是非常非常常用的 包括在我们的口语里面 都是经常出现的 来下面的这个词叫做tributary tributary 那就是纳贡的贡献的辅助的 对不对就可以了 因为tribute 这个tribute表示共评贡献 或者赞美 所以赞美的 纳贡的 贡献的 附属的 都可以叫tributary 这个ari 此时仅仅只是作为一个形容词后聚来时 没有什么实际含义 这个不用管它 好下面 来下面的这个单词 就是一个高难度词汇了 这个词叫做tribune 叫做tribune tribune 什么的tribune呢 它是古罗马由平民选出的 保民官 或者是受拥护的领袖 保民官 什么叫保民官 就是保护民众的安全领导人民的这种 所爱戴的一个领袖 叫做tribune 后面引申出来叫公开演讲的一个讲坛 都可以叫做tribune 为什么呢 tribu表示部落 un语词是一个名词后缀 所以它指的是部落里面 它特指部落的首领和领袖 它指的是部落里面的这个首领和领袖 叫做tribune 部落里面的首领 领袖 保民官 说爱戴的领袖 叫tribune 后面引申出来叫公开演讲的讲坛 这个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领袖 这些对不对 部落领袖 他们都经常露面去发表一下演讲啊 再发表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啊 这种东西 所以引申出来 他们这些人出席活动的那个地方 要公开演讲的讲坛 或者是出席活动的讲坛 也可以叫tribune 好 别记错 来 你看 它的用法怎么样的 我们来看看啊 第一个 就做an official elected 一个被官方选举的人民 选举出来的一个什么呢 in ancient realm 在古罗马 to defend their rights 去捍卫他们的权利的这样的一个领袖 a popular leader 而且是一个受欢迎的领袖 所以它指的是古罗马平民选出来的保民官 或者是受拥护和爱戴的领袖 叫做tribune 它的第二个意思 a raised area 一个被升起的这么一个区域 that somebody stands on to make a speech in public 某人会站在这上面去做一个公开的演讲 所以你看一个上升的感觉 对不对 就是像一个讲坛一样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他们的政治领袖在上面去给他发表演讲 发表演说 所以什么叫tribune 名词表示 由人民选举出来的领袖 或者是一个受爱戴的一个领导人和保民官 叫做tribune 那么第二个意思 引申出来 这些人他们发表演讲 发表公共演讲的这么一个地方 这么一个讲台 这么一个地方 就叫做tribune 好吧 好 来 这是这个词 好 下面的这个词难度更大 叫做tribunal 对不对 叫tribunal 什么叫tribunal 它指的是审理特定案件的特别法庭 或者是一个专门的审理委员会 你看它的字面含义还是 head of a tribe 因为前面的这个地方 它其实在模仿的就是这个词叫做tribune 各位 什么叫tribune 第一个受爱戴的领袖 第二个公开演讲的这么一个讲台 这么一个地方 对吧 公开演讲的一个什么讲台 这么一个地方叫做tribune 所以你看字面理解是部落的领袖 你看hence因此a court 一个法庭 一个法庭 对不对 of justice 这个单词叫做什么呢 judicial assembly 或者司法的集中这么一个assembly 表示集会或者是会议 所以为什么 为正义或者是司法的一个集会 专门做的这么一个court 这么一个法庭 所以字面含义是部落的领袖 部落的领袖 对不对 在原来专门就是去审理各种案件 就是去评价对不对 就是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 中国古代那种什么叫 叫什么呢 叫做什么呢 父母官 明白没有 就这个地方 受爱戴的那种父母官 就不用把包大人 对这个例子觉得太想通了 我们的包大人对不对 你看 是不是一个受爱戴的这么一个hat 一个领袖 一个一个地方的这么一个父母官 然后你看包大人不就是经常对不对 你看 就主持公道啊对不对 然后去这个主持正义啊司法这种集会啊在那儿 所以他后面就引申出来这些人去出席你看 所以刚才我们有个单词你记得吗 叫Tribune 第一他表示的是什么呢 他表示的是我们说受爱戴的领袖 第二个他们这些人去出席活动做演讲的讲台 所以这个叫做Tribune 而Tribunal他指的是这些人不是去演讲了 而是去审判的这么一个场所明白没有 所以他指的是这些人去做审判去主持正义的这么一个场所的地方 叫做审理这些领袖审理案件的一个特别法庭或者是一个专门的审理委员会 好这点千万别记错啊 来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吧 叫做Tribunal Tribunal一个特别的一个法庭 特别委员会 坐在这儿的一个对 就是肯定是他们的父母官 对最级别最高的一个人 去进行审理这种人对 去审理案件 主持正义的这么一个Court法庭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Tribunal 所以叫做一个特别法庭 或者是一个特别的什么什么委员会 比如说审理二战的一个什么特别法庭 那种特别法庭就可以叫做Tribunal 对吧 Tribunal好吧 但这个词你看已经是比较高难度的词汇了啊 好 这边Justice表示公平正义 这个Judicial就表示司法的 Assembly集会集合 就是Assembly名词啊 好 来各位 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叫Tribunal 它的用法 它的当今的英文十一 你看这是一个可守名词 审理特别案件的特别法庭 或者是审理委员会 A Tribunal is a special court 是一个特别法庭 Or committee 或者是特别委员会 That is appointed 被任命 To deal with a particular problem 去解决特定的一些问题 His case comes before an industrial tribunal in March 它的案件 怎么样 Cams 会受审 此时Cams不是来 它的案件会受审 Before 在什么之前 对不对 在一个三月份 对不对 Before 在三月 在一个什么之前 在一个劳资的这种法庭 Industrial 表示劳资的 劳资纠纷的 工业的 对不对 Tribunal表示特别法庭 在一个劳资的特别法庭去受审 好 来 这是这个句子 所以Tribunal表示一个特别的法庭 或者是一个特别的委员会 对不对 一个特别的审理委员会 好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Retribution 表示报应 惩罚 对 报应惩罚 叫做Retribution 这个词其实相当简单 你看 前缀re back 往回回来 Tribute assign a lot 表示分派 表示给 对不对 所以给回来的 给回来的东西 对吧 你看 你做了什么事情 给回来的东西 叫回 叫报应 他只是给回来的 而且是不好的那种东西 你看 That which is given in return for the past good or evil 对过去做的好事情 或者是坏事情 给回来的东西 叫做报应 惩罚 他也可以是报答 有没有 所以这个单词 给回来的东西 它是个中性词 你做的好的 给回来的东西 叫做好报 回报 你做的不好的东西 evil 对不对 something evil 这种恶毒的事情 那么给回来的 叫报应 所以给回来好的 叫报答 给回来不好的 叫报应 有没有 这个单词 报答报应都可以 所以本质就是 给回来的东西 它是个中性词 好来 别记错啊 你看比如说 这个句子 he didn't want any further involvement for fear of retribution 他不再想进一步的卷入这个事情了 因为担心会有报应 会造成惩罚 involvement 卷入参与 涉及到什么事情里面 further 进一步的 retribution 此时叫做报应 或者是报复 都可以叫做retribution 好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contribute 什么contribute 前缀词文叫共同 大家一起 对不对 大家都来给 trible给 大家都来给 ut 此时动词后缀 等于ate 大家都来给 大家一起给 你给我也给 叫做做贡献 所以它的第一个意思 就表示做贡献 捐献出力 好 下面这个非常重要 来各位 尤其是要考试同学 contribute a to b 把a贡献给b 接下来 这个叫做把a贡献给b 叫contribute a to b 把a贡献给b 那如果是a contributes to b 叫做a有助于b a促成b 接下来 就不是说a贡献给b了 而是a有助于b a促成了b a导致了b 好吧 a有助于b a促成了b 这一点非常重要 考试经常喜欢考过这个东西 来我给你个语境 比如说你看 having children contributes little to the glamour of celebrity moms 生孩子你看 你不能说贡献给little表否定 没有贡献给这种glamour魅力错了 叫做有助于 a这个事情 有助于b little表否定 叫没助于 没有帮助 所以contribute to 有助于 所以生孩子 对于什么 没有帮助 对于这些celebrate 明星 明星妈妈的魅力来说 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contribute to 叫做有助于 contribute little to 或者contribute no to 对不对 little 几乎没有 那么就表示没有帮助 好 这一点非常重要 好吧 你看 比如说防写一个 有了上面这个句子 下面这个例子 大家自己对照着来 自己防写一下 然后再去对我们给出的参考答案就可以了 所以contribute 最常见的意思叫贡献 但是它的用法 你注意了 contribute a to b 叫把a贡献给b 如果是a contributes to b 那就是a有助于b a促成b 好吧 来下面 contribution 贡献的名词 这个没啥好说的 贡献的名词 ion名词后缀 contributing contributing 叫做其作用的 或者是贡献的 你看 为什么 因为contribute表示贡献 有作用 有助于 所以加了熊词 那就是有作用的 有贡献的 叫做contributing contributing 好 下面 contributor 贡献者 对不对 投稿者 贡献者 这个没啥好说的 偶尔词是名词后缀 表示人 所以有贡献的人 贡献者 都可以叫做contributor 好 下面叫做attribute attribute 记住 前面的at 我们说a后面 跟两个连续的辅音 abb 什么acc 什么add 对不对 简称 a和第一个辅音字母 它们都是ad变过来的 ad这个前缀 你记住 ad这个前缀 要么表示去怎么怎么样 要么表示加强语气 就是intensive 表示加强语气 它们其实都是辅音同化 后面ad加一个c打头的单词 比如company 公司或陪伴 我要造出它的动词 我不能说adcompany 对不对 这个adcompany 第一两个单词关联性不强 亲密度不够 第二发音也不好发 所以ad就变成了ac 就做accompany 去陪伴 变成它的动词去了 对不对 所以company 陪伴的名词 accompany 去陪伴 动词 你看 其实ac ad 什么axx 这个a和第一个x 其实都是这个ad 通过辅音 同化 隐身出来的 所以ad 你就记住 ad 未来看到什么abb acc add aff ae axx 对不对 你就记住 要么它的圆形都是ad 要么表示去怎么样 要么表示加强语气 好 这一点非常关键 一定要整明白 所以来各位 此时at 它肯定也是ad演变出来的 ad加tribute 对不对 你看 adtribute 发音很难听 直接把d同化成t 就是attribute 对不对 此时表加强语气 给 就是去给 去给 ut 动词后缀 去给你 所以这个单词的本意是什么呢 就是把功劳给你 把功劳给你 叫把功劳归因于你 去给嘛 去把功劳给在你头上 叫做把功劳归给 所以它那个方程叫归给 会更好 归给 把功劳归给你 就是归因于你 所以这个叫做attribute 叫做归给 或者是归因于 attribute a to b 把a归因于b 把a归给b 就可以了 就是attribute 来比如说应该 把归给 their success was attributed not to ability but to factors such as luck 他们的成功 并不能够归给能力 而是一些因素 比如说像运气 所以attribute to 叫做归因于 归给 什么什么东西 好 来 下面 下面的这些写作例句 你看 把什么什么归因于归给 大家注意了 这几个例句 大家下去自己写一写 然后再看我们给出的参考的解析 好吧 这个我们就当做一个写作的范例 大家先下去自己写 写完了 再对照我们给出的解析就可以了 来 再往下 下面的词叫做attribute 各位 这单词我把它写一遍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单词 它用作动词的时候 叫做 读音 叫做attribute attribute 我们说叫做归给 或者是叫做归因于 因为中间的这个部分 这个tribe 词根本叫做给 所以动词叫attribute 归因于归给 对 归给或者是表示归因于什么什么东西 好 这是它用作动词的时候 但它本身是可以做名词的叫attribute 注意了叫attribute attribute 表示属性 特性 和品质 什么什么东西 什么什么人 或者是物的一个品质 特性和属性 比如说 an attribute is a quality of feature 是一种品质 是一种特点 是一种品质 that someone or something has 某人或某物所拥有的这种feature 或者是quality 品质 特点 属性 都可以叫attribute 来 我给你一个语境 比如说 cruelty is a normal attribute of human behavior 才人的名词叫做cruelty 是人类的什么 天性 本性 特性 对 是人类的天性 本性 特性 叫attribute he has every attribute 对 you you could want and could play for any team 他拥有每一个 you could want 你想要的品质 品性 对不对 放在哪个队里面都是可以的 球员素质很好 所以attribute 我们说叫本性 或者是品性 品质 叫做attribute 所以记住 这个单词非常重要 用作动词叫做attribute 归因于归给 用作名词叫attribute 指的是人或物的一个quality 一个品质 对 或者是一个本性 一个品性 本性 属性 都可以叫做attribute 好 来 这是这个词 下面叫做attribution 叫归因归属的一个名词 就没啥好说的了 它的动词叫attribute 归给 归因于 名词后缀 所以归因 归属的名词叫做attribution 这个没啥好说的 attributable 可以被归因到什么的 可以归属什么什么的 attribute 归因于归属 able 可以 可以归属什么的 可以归到什么里面去的 叫做attributable 下一个叫distribute 这个词表简单 各位 什么叫distribute dis 辞词表示分开 或者是往两边去了 我们说这个前缀 讲过好多回了吧 它的核心功能 第一个表示分开 或者是往两边去了 这种感觉 第二个意思 经常还可以表示相反 或者是否定 对不对 相反和否定 这是它比较常用的两个含义 所以此词 你看 分开给 分开给不同的人 叫分配分发 分配 分发 散播 都可以叫distribute 来 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 evenly distributed 叫平均分配的 even 此词 就叫做平均的 这是副词 平均分配 叫做evenly distributed 来 各位 好 这个单词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 你必须掌握它的用法 才是完全的理解这个词 来我们看看 什么叫distribute 第一个意思是分配分发 If you distribute things 如果你在distribute一些东西的话 you hand them 你把它分发出去 or deliver them 或者投递出去 to a number of people 把它投递或者分发出去 给一群人手里面 这种感觉叫distribute 叫分配 分发 分送 都可以叫distribute 你看 比如举个例子 students shouted slogans and distributed leaflets 叫做leaflets 学生们在大喊口号 slogan 口号 并且在分发一些传单 叫leaflets 传单 所以distribute leaflets 分发一些传单 好 你看 Thousands of soldiers are working to distribute food and blankets to the refugees 数以千计的这些士兵们正在工作去分发食物 对 和盘子叫blankets 给这些refugees难民 叫refugees 所以分发分配都可以叫distribute 来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在成员里面进行分派 刚才并不是在成员 指的是任何人去分发分配什么东西 第二个意思 它指的是在你的这个小范围里面 在小组的群体里面去进行分配和指派 你看 if you distribute things among the members of a group 如果你是在一个族群的成员里面去进行distribute 一些东西的话 you share them among those members 你和他们去分枪 所以这也可以理解叫分枪 分配 分派都可以 比如说 immediately after his election 在他选举之后 刚不久 怎么样呢 他当选之后 他立即就开始去distribute major offices 开始去分派 分享一些重要的岗位 among his friends and supporters 在他的一些朋友和支持者里面去分派 这种重要的岗位 所以distribute此时 他就不是说分发岗位 而是在他熟悉的 在他那个派系的那个小群体里面 去分派分享一些好处 这叫做distribute 这是他的第二个意思 来他的第三个意思 表示散或者是波 to distribute a substance over something 在某个事情的上面去 去撒一些东西 去放一些物质 means to scatter it over it 去scatter scatter 就是散播 散播 撒 撒一些东西 在这个东西上面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 distribute the topping evenly over the fruit over the fruit 水果 在水果上去平均的 撒一些 什么叫topping topping 它表示配料或者是浇汁 我们在做饭的时候 最后浇的那个汁 叫做topping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还有表示你做个甜点 做个什么奶茶 做个什么东西 放在上面的什么 那种cheese 那种奶酪 或者什么东西 放在上面做一些装饰物的 或者是放在上面做装饰物的 或者是做菜 尤其中式菜里面浇的那个浇汁 那个东西 叫做topping 对叫topping 所以就什么呢 应该在水果上面去撒 这个翻成撒 对 撒上那个 那个均匀的撒上那个配料 那个装饰的东西 对 所以是这个意思 叫撒 或者是播 所以明白没有 这个单词 大家注意 一定要把它整理明白 什么叫distribute 你记住 它非常准确的是三个含义 第一个表示分发 表示分派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它只是在某个很小的很亲密的小团体里面去进行这种某个东西的分享和派发 对 这是第二个意思 第三个意思 指的是在某种东西上面去撒上什么东西 明白没有 好 这叫distribute 来 掌握到这个份上 这种单词你真的是学的非常的精通了 好 下面叫distribution 那么就是分派分发洒的名词就不多解释了 爱文此时仅仅只是一个名词后缀 你看比如说distribution of wealth 就是分配财富 对 财富的分配 来 这个不说了 这种比较简单 distributor distributor 那就是分销商 分配者 分销商 经销商 什么经销商 经销商就是 比如我是生产商 对 下面的经销商就是帮我去分配分派这东西怎么卖 卖在什么地方去的这种人 对 叫distributor distributor 分销商 经销商 分配者 散布者 撒布者 都可以叫distributor 下一个 distributed 加了ed 分布式分散式 一滴雄梭 分布了的 分散式的 叫distributed 好 re-distribute re-distribute 那就是重新分配再分配 re又一次再一次 distribute 分配 re-distribute 重新分配再次分配 叫re-distribute 好 re-distribution 那就是重新分配再次分配的一个名词形式 爱文是个名词后缀 好 好各位 没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本节课里面 注意讲到的另外一个词根 牢牢记住 我们第二个词根讲的是这个词根tribe 一般表示给 它相关的单词下去重点记下来 好吧各位 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一次课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